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姚儿你怎么混得如此落魄 那个 那个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走吧 先随我回住处 哎呀 这皇上跑哪儿抓人去了 这要是一怒之下给打残了可如何是好啊 皇上有旨 南师傅纸布 老朽我渴了 渴了不行吗 来人 给南师傅倒茶 哎呃 风大 我去买顶帽子 来人 给南师傅把街面上能见着的帽子都买回来 嘿 你这人怎么 皇上有耻 南师傅纸布 哎呀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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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弟啊 不是师傅不帮你 你这媳妇着实太凶 为师只得先走一步了 搞得 前辈这是打算去替朕寻人吗 哎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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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回来了 哎 可找着人了 哎 师傅 姚儿 你哥呢 坐下说吧 哥哥上个月 随黑色大船去了斐缅国 让司空哥和我留在此地传递消息 孤身去了斐缅国 是啊 去做什么 当教头 他去斐缅国当教头 胡闹 我也说过让他别去的 不过哥哥一见处像 眼睛都亮了 二话不说 当日下午便跟着走了 司空哥也拦不住 司空 可是白衣书生司空瑞 皇上知道 旺西郊算是大厨有名的商户 听过姨儿 那司空瑞人在何处 这个 司空瑞 司空瑞是哪位 他要走了 让让让让让 让让让让 来了来了 我来了 司空瑞 司空瑞 正是在下 家中做搓衣板生意的 三十两 真是不巧啊 在下来的途中 被一伙算命骗子围堵 如今正是身无分文 小哥可否通融一二啊 到了兴州 在下立刻补上 不可不可 不可不可 你带下一班吧 开船 下一班可就是下月了 在下上有八十老母 下有幼童代朴 不 这位兄台 有不 留什么不 我知道我命好 不用再算了 你这偏 骗什么 你这偏偏家公子 人呢 什么人 只有我一个呀 到这当口了 你就莫要再瞒了 四公哥哥 你就老实交代了吧 当真只有我一人 他一直就没回来 我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那一日 我们初来观海城 段兄同我经由小飞鸾之手 拾得楚相 当日下午便登船出海 一路向北去了 同楚相一刀 是啊 段兄只同那八荒铜人 朕过了几招 楚相便对他轻言有加 二人一拍即合 谈笑风生啊 唉 可怜我与瑶二 要留在这不毛之地 做些搓衣板生意 掩人耳目 朕知道了 回去吧 朕就回去了 哥哥当真没回来过 我知道 所以搓衣板 可以留着将来用 好 哎 师父 我可不是你师父 我 被你爹知道 说不定会从司空家祖坟里爬出来 躺到我的墓穴里算账 段兄与皇上 嗯 我也不知道 哦 那当真是感人哪 百年之后 若是能有人将此等申请写进戏文里 定会惹来一片唏嘘 哎呀 也不知这段兄 如今在那荒郊野岭 同处像 过得如何了 啊 啊 你不是这一場 不知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实话实说罢了 今日来的便是肥缅国的国主 名叫黑鸭 你一见便知 主子 王教头 国主已经到了 知道了 王教头 请吧 国主 这位便是王教头 在下王富贵 见过国主 好 王富贵 我记住你了 国主为何这阵前来 莫不是真的只为了见上一见 或者心得的大将 前段时日 荒野云顶那头 海啸加上地震 我担心天尘沙会被冲走 便赶过去看了一个 天尘沙 现下无事吧 无事 只是被灰尘土块所掩埋 如今已重新找到地方买好 楚兄尽管放心 那可否需要换个地方 荒野云顶那头 已是这白雾中最隐蔽的岛屿 楚国皇上想要的东西 自然珍贵万分 就连楚兄自己也说 对方阴谋诡计层出不穷 不可无防 不过现在除非长了翅膀 否则没人能闯入荒野云顶 如此便好 我信国主 既是如此 我便回去了 国主慢走 国主慢走 对了 不知王教头神功盖世 可打得过那中原武名的 秦少语与沈千锋 或许可以 据闻秦少语当初 曾单枪匹马一人 闯入漠北数万大军中 大开杀戒 连沙漠里的圣河都被染红 王教头将来若是当真能与之一战 那可是能载入史册的丰功伟绩 我也在等这一天 如此甚好 王兄莫怪 国主的性子的确有些殷勤不定 但却与王教头一样 都是有本事的人 无妨 若是无旁的事 我也回去练兵了 实不相瞒 此番前来 是有事 想与王教头商议 何事 主子 囚先生到了 倒是巧了 请进来吧 这位便是囚先生 也是中原武林一等一的高手 赛潘安 囚警 当日竟然没死 囚先生将来也会留在此处 这倒不是 囚先生不日便会折返大楚 不知王教头可愿一同前往啊 我 我知道楚地对于王教头而言 是个伤心点 只是玉成大事 这些个人恩怨 还是放下才好 为何要去大楚 王教头也不受爱人 说说看你的计划 不必赢吗 是 前段时日得到消息 楚皇最近并不在宫中 去了何处 似乎是江南 又似乎是西南 行踪颇为隐秘 不过无妨 不管去了哪里 回王城的路 也只有就那么几条 先生的意思是 先前我已经派了杀手前往大楚 不过楚渊身边高手如云 又有日月山庄护送 难保不会出疲劳 如今机会难得 此番我打算亲自背伤 听闻王教头武功高强 不知可否愿意同去 你想刺杀皇上 王教头可是聪明人 不会到了现在还猜不出 这些兵马粮草 是要拿来对付谁的吧 就凭如今这些人马 王教头莫非以为我的地盘 就只有这片荒岛与星舟而已吗 我去 很好 本王平生最喜欢的就是爽快人 王兄只管放心 待到事成之日 那大楚国境中的人 管他是王公贵族还是江湖高手 任你处置 好 王教头每日都站在这儿呢 可是思乡了 是啊 大楚虽是伤心地 到底有许多故人 少不得有伤心人 那也要割把月才能到呢 王教头还是进去歇着吧 您看酋先生 三五日了都不说几句话 此处到兴州要几日 兴州啊 约吧三四天吧 向着东北方走便是了 多谢 酋先生 在下有些事情想要请教 何事 刺杀楚皇之人都来自何处 都是主子的人 十八名杀手 已在岛上秘密训练了多年 是何时被派往楚龙 半月前 可与中原武力有关 没有 行动与失败过一回 外人不靠谱 还是自己人信得过 除此之外 可还有其余刺杀计划 王教头的问题 似乎有些多 既然答应行动 自然要问清楚些 王教头若还想知道其他 将来找机会去问主子便是 书在下无可奉告 王教头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西南王 被谦耳侵入血脉 被谦耳侵入血脉 能撑到现在不糊涂 你也算是谷中高手 你也算是谷中高手 为可 因为你不自量地 黄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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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邱先生这是怎么了 少废话 去关海城 是 是 是 黄 少爷 朕不回去 哎 师父给你发誓 等到那混小子一露面 我就绑了送到王城 什么事都不许他再做 成不成呀 拿不到天辰沙 我不会走 嗯 说是拿天辰沙 可实际上 却是楚国队肥缅国的战事 此事非同小可 常言说得好 国不可一日无君 朝中事物繁杂 万民苍生还在翘首盼着天子回朝 现既然已经知道了天辰沙的下落 又确定肥缅国与叛党航泻一气 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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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可重返王城 光明正大 调兵遣将 何必非要御驾勤征 皇上说是不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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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如何 皇上肯回去了吗 这秦圣的牌匾 一个怕是不够 要做两个 将来西南府挂一个 还要给王城送一个 那怎么办啊 听师父的话 将来你娶媳妇 一定要找个能听劝的 记住了吗 好徒弟 等到这一茬过去 师父带你去逛青楼 我不去 我不去 要去你带哥哥去 哎呀 好了好了师父 新老年备了这么长的胎板 还一字不差 快回房歇息去吧 嫂子这儿我包了 绝不会出任何差池 您放心吧 啊 逆途 跟你哥学 放开为师 可算是消停了 再这么下去 还没等哥哥回来 嫂子和师父怕是要先打上一架 什么人 暗器使得倒还不错 警觉差了些 哥 你怎么回来了 你背了个什么东西 情况有些变化 秋吉在我手中 这星舟暂时不用守了 你带着他即刻动身回西南 将人交给师父后 再令断念 带着府中所有杀手北上 守住三条通往王城的官道 楚相已经派了人去刺杀皇上 情势危急 这一路要辛苦你了 怎么了 你可以 自己同皇上说 你打算盯着内山院门看多久 即便是面具下这张脸没回忧如何 你当你原本有多好看 继续跑啊 继续跑啊 你不愿见我 我也不会逼你 仔细想想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你在逼我 我何时强迫过你一回 我 皇上 实不相瞒 我这位断兄啊 他最近脑子有点问题 他发颠啊 哎呀 司公哥哥你快回来吧 别丢人了 我 你回西南吧 天尘杀我会替你拿到 然后我们便俩不相欠 这南海将来会如何 我又会如何 都与你再无关系 我 你不去担心 你不去担着 先前一心所求 便是让他忘了我 现在求人得人 为何还要去担 若真是忘了 又为何要几次三番亲自南下 甚至不惜驾船出海 他是一国之人 而且还是个要名垂青史的一国之君 可在他心里 你甚至要中过社稷江山 可是 哎呀 段兄到底在想什么呀 又不是花魁 连毁了又如何 我都没嫌弃他 可哥哥身上带毒啊 那至少还能远远看着 也不赖 难不成要看一辈子吗 欢欢喜喜看着心上人一辈子 和被心上人气跑怨一辈子 你选哪个 可师父都说了 皇上这回走了 说不定就能忘了哥哥呢 那若是忘不掉呢 能忘掉的 就算现在不能 过个十年八年也可以 哎呀是啊 如今都已经三四年了 皇上为了段兄 都不惜挥兵南下 哎 按照这样推算啊 也就再来个十年二十年吧 就能忘了 到时候啊 这一生都已经过去了一大半 在那深宫之内 要是想要重新来过 怕也是不容易 最好的结果啊 无非就是在老去之时 幡然醒悟 广选秀女 充盈后宫 日日夜夜醉生梦死 唉 若是段兄能等到这一天 想必一定会欣慰的 这就欣慰了 这都算不错的了 若真的是一辈子都忘不掉 那才叫惨哪 不管到时候是爱是恨 都是截然一身 爱了看不着 恨了打不着 活活给憋屈死 哎 托儿 你去哪儿啊 皇上从南面出海了 可别走错了 搞定 哎呀 可算是开了窍啊 也不枉我和姚二演了这好些戏 南师傅 这样就行了吗 余下的 就看他们自己喽 西南王 来人 抓刺客 沿条山水之间 又鸟鸟炊烟 三思万同房之缘 烈袖破墨一绝 而青枝深处 画中你与我笔结 写过诗句百篇 这一年 静一望远 树儿梅花开满天 恰好这个世界 恰好的一切 黄土八夜笑谈解 此生远逢上 帝也千古未平 抬头是天心月圆 深渴如花唐指了离别 滚潜 滚落心中之前 写训头创研 重逢是否能预言 半月尖离冬天 想起了思念 不及不还这缠绵 夜半钟声有缘 困于山边 铁甲盏双人无眠 恰好风春乐夜 恰好的满园 三千金丝绕之间 此生远逢上 地也千古未平 从来是沙发过去 只遇见你微醋的眉眼 等古风景过深渊 目求已等愿 某些故事不必留于笔尖 你看向我乱迷无边 哪渊不熄迷也不学 断大白不凸不挖树 大家好我是雨孝兰山 欢迎大家收听地王攻略广播剧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